我们家那边也是一个小镇 那我们那边如果有人生病 然后去一二急诊 那超级贵 根本没有那个钱付出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会办一个活动 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就是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家附近 猎到一只猪啊 或是鹿 还是有可能烤肉 然后请一些人来买一个盘 就一盘这样 一个餐 一个套餐 然后多少钱什么的 然后会有表演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负责表演 对在这里 你说办活动仇一要钱吗 Benefit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为了这个人赚钱 然后再给他 幕付这个资料费 对 凯杰之前就是风惑性主之言啊 对所以这个主题很适合我 你到底之前是怎样啊 我是因为撞到脚 然后后来是过了四天的时候 我回到我的城镇里面 就是那个脚开始发红了 然后开始热热的 烫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是转到很多次 我上次后没什么 那我朋友就是看到那个照片 他说 你给我看一下 他说那个可能是那个 萨莉莱特 那个 蜂窩性主之言 然后我自己在想说 太夸张 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事 我都是转到脚而已 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结果 你脚是撞到什么 我是撞到是这样子 我先给你们看照片 就是第一天是这个最 这个照片这个 这个是撞起来的那个样子 这个是我回到那个城镇的时候 大概过了几天 开始红了 然后他们就是 你看到那边就红的 然后他们会把那个 黑色的麦克笔把它划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把你的脚切断这样 这个其实是还蛮严重的 我还蛮谢谢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这个可能是那个蜂窩性主之言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再严重的话 你们要去吃对的药 你可能会被截止 要截止 哎呦 像那时候我做的那件事情 我去那个急诊室 晚上的十二点半 那在 女人什么诊缩 一般的那种家庭诊缩 是五点半就关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不用去砍这个 然后我是早上 六点半的飞机 所以那时候我朋友就是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飞 你先去检查 安全的 你再去飞 那那时候十二点半进去 他就是让我马上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是说 好 现在那个情况 我先把你抽血 先做一个报告 然后后来 大概二十分钟的时候 那个报告就回来 就说 我先做足迹 你不能飞 所以那时候 别人在躺在那个医院那边 然后打电梯 别人在盖我的那个 机票时间之类的 那后来 我们在有些人的好处 讲起来很欢乐 因为都不欢乐 住饭店啊 可是很舒服 然后我们至少不用 好像是一大堆人在看我们 是我们有自己的小房间 对 那 那件事情 我滑了 第一天是滑了 大概是两千块台币 那我们纽西兰是有一个东西 叫ACC 这是 如果是 你是因为意外 而造成一些伤害的话 他是会有这个保险 但是你是也要保这个血吗 还是每一个都 不用 这个是国家提供的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观光客来 还是什么的 你出什么意外的话 也有就对了 都有 所以我们去纽西兰观光 可以尽量出意外 没关系 可以 尽量 被绵羊咬也可以 比绵羊咬也可以 可以 就是马上去医院 第一次你要付那个钱 可是后面的三天四天是免费的 那他后来会再计算一次 哦 所以我那时候是砍那个蜂窝型朱姿炎 大概花了总共大概4500台币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是在美国 还是什么的可能是 好几千块就花了 4500美金 我有一次是在 我住在Vincouver的时候 然后那一次我非常 发烧很严重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自己放水 在那个泡浴缸 想说把汗逼出来 结果我泡子泡子我就昏倒了 我睡着了 因为我可能太严重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 那个浴缸水一直流出来 滴到楼下了 然后因为那种木板房子 楼下 房子妈妈觉得怪怪 为什么楼上好像有水的感觉 所以她一打开就发现 水底寝生 那只泡在浴缸 那只泡在浴缸 然后她就赶快帮我叫醒 我真的是浴袍穿着 她就帮我叫那个救护车 然后我们就直接到那个 要到医院去 真的是急诊 然后因为路途很遥远 所以你知道在那边又保暖 然后又给我什么药 然后在那边氧气 反正就是在车上 已经很久了 等到我到了那个急诊室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人 很恐怖 就是隆隆隆隆进来是 手断掉的 然后脚断掉 在流血的 就是一堆都看起来很严重 还有头浮着在滴血的 就是在那边接滴血 然后血在边流 然后满脸都是血 然后轮到你的时候 你就说 我泡澡泡到昏倒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所以我看到我 我就是自己坐在那边 然后看大家那么严重 而且真的等很久 就像你只要等两个小时 OK 我真的等到我烧都退了 我心也凉了 不是 看到那么多血 也出汗了 就好了 就好了 我觉得我到底怎样 为什么要来找这件事麻烦 然后就觉得说算了吧 我那时候我记印象中 已经半夜三四点了 然后我就 我们就决定回家了 重点是我那天什么都没看 最后我收到的账单 大概五百多块加 为什么还 不会啊 怎么会 要被救呼呼的关系 怎么会 你来问他怎么会 我们还想问你呢 麦当老鼠之物 等我可以理清一下 因为可能就是 因为你没有加拿大的那个 那个健保嘛 对 然后所以其实外国人 都还是要付钱 刚刚听了好几个国家的那个 急诊室 我还是觉得我们 韩国的急诊室最棒的 真的说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钱的关系 一来就是我们 韩国基本上很便宜 因为我们 韩国急诊室有三个阶段 那个小的中级 然后高级 所以如果你觉得 没那么严重的话 就去小机 比较没那么 没那么多人 而且比较快 然后也是很便宜 比较便宜 差不多两千块开始 然后三千四千 就看你多严重 然后二来就是 我们有特别 比较 非常厉害的一个辅助 就是 急诊室贷款 嗯 因为 对 通常我们要去急诊室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其实没有空带钱包 或者是钱嘛 对啦 像有些人如果泡澡泡泡昏倒 他就没办法立刻抓钱 对啊 没有空带 几乎都是要找他们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带钱 对 可是韩国不用 你就是去那个柜台 跟他们申请机诊室那个贷款就好了 如果 在韩国每一个机 每一个机诊室都有这个贷款 如果在那边 他们拒绝你 或者是他们那个护士不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这边打来 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几年这个服务 电话 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这个很简单 就那边就给你的三分钟就好 就是三年以内 你可以用十二个月的分期付款就好了 所以十二起零利率就对 利率一点都没有 没有利率 没有利息 没有利息 你说美国也有贷款 对 现在美国也有贷款 因为现在就付不了那个钱 对 对 金额太庞大 我那个表哥 也是零利率吗 对 我那个表哥 他去那个厂卫研的时候 他也是要贷款 然后现在有个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过去 跟他们讲说 不好意思 我薪水是多少钱 我没办法每一个月付那么多 他就再减少一点 然后越 就是那个月期放 长一点 OK 我有一次啊 在台湾非常不舒服去看机诊 那我那天 就是没办法走路 我是这样 蛮人的方式 为什么我爬到计程室那里去看 哇 那个护士小姐叫我先挂号 先付挂号费 我没办法说话 我也没办法走 然后他问我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啊 你没有朋友陪你一起吗 我就 我就给保鲜卡这样 因为我们我觉得奇怪 因为日识是没有 没有 不用挂号 没有缴费台 也没有挂号费 没有这个东西 医院是没有钱 没有缴钱的 没有人 就爬进去就好了 然后等半天 没有收费的地方 就有医生把你这样走吗 因为他会寄到家里 你的费用都会寄到家里 他就发现他的小弟弟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螺丝 螺丝 有一个螺丝 有螺丝 他干嘛的他 还有屁股里头也有一个 灰纹针 屁股也有灰纹 对 然后他跟病人说 先生 这个怎么回事 那个人说 哦 对 我忘记了 忘记了 如果没有螺丝就掉了 你有什么朋友呢 对 我就知道我应该把这个螺丝拿掉 对 因为 因为 我们那边啊 就是我们每个月付保险费嘛 保险费每月付医疗费 对 医疗费它会累积计算嘛 然后你 如果超过一个基本的预额 是保险公司来出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出钱 哦 所以在一个基本预额之下 你自己付钱 超过你 就是保险公司来出 所以你什么怪病都可以去看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按下铃铛 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 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 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 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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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